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8月4日 星期三 大家好 這一節也是聯合廣播 今天我們因為那個精神狀態比較差一點 沒有精神鴉片 沒有那麼精神 今天真的沒有精神鴉片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今天真的搬家 所以時間真的休息不夠 我們先做幾節 今天衝了幾百公里 稍後我們安頓好之後 我們會再做多些節目 報答大家 這節也一定要跟大家說 因為實在太juicy了 我們最喜歡看到的就是 共匪 被人挑戰 人家是航空母艦 中方派出 核子潛艇 極度深潛 深潛五千米的那些 潛到去找到海怪的那些 還是哥斯拉 找到哥斯拉 他們的做法就不是實體的潛艇 而是他們整體 就是在做核潛艇 木家長的那些 非常潛水 刪上Facebook Post 整個帳戶刪掉 藍燒也挺流行的 吃屎 此少會之前 先說回正常報導 先說之前 記得支持盧曝曲啦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式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 Page也上了線了 希望大家 一樣like和share 激活我們的頻道 以及多點留言 大家記得繼續支持盧曝曲啦 跟大家說說這個最新的南海情況 最近少說軍事 南海爭端 英國航空母艦 我國的英國航空母艦 就是伊麗莎法女王號 終於來到南海了 中方 就是 用最強的炮火 招呼這架航空母艦 嘴炮 整架航空母艦都沾滿著中方的口水 唾液 英國伊麗莎法女王號 進入南海 中方 立即警告 警告這個 伊麗莎法女王號 千萬不要有不當的行為 令人覺得莫名其妙 我們很想知道 一艘航空母艦 可以有甚麼不當行為 這是異人法 將它變成一個人 我認為一艘航空母艦的正當行為 就是將航空母艦上的飛機 起飛 打擊攻擊目標 就叫航空母艦的正當行為 你叫他千萬不要有不當行為 我就不明白 其實應該將他附近 威脅的目標摧毀 你的意思呢 如果我根據他的邏輯 他不開火就是不當行為 他開火才是正當行為 因為航空母艦 他這次的名字叫甚麼 領航的航母打擊群 甚麼叫打擊群 打擊你中共 你跟香港警察 每天自稱自己在執法 不執法就是天方夜譚 航空母艦叫別人不要有不當行為 他的正當行為就是開火 其實就是要向你們開火 這次呢 中共喉舌 環球時報英文版就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處於高度的 戰備狀態 其實他們的戰備狀態 時刻也是如此警惕的 隨時一出口就說話 純槍竊劍啊 你們那麼聰明 做大律師也不平 他們應該就是演講 其實我覺得 耿爽 華春瑩 和趙立堅 在香港人民法院 執業其實是挺OK的 他們的口都真的很牙尖咀嚼 他們又熟悉中國國情 又熟悉中國法律 不用再要你香港回垃圾 一句話就叫你解決你現在的法官官職 他們真的是中國辯護士來的 我認為他們為中國那種地獄式辯護 那種強硬度 我也覺得是可以拿金牌的 其實是那種無恥程度 麵皮厚度 用電轉一轉 不穿 地獄變護士 現在英國去那個公海 你現在是被人家扔了嗎 現在是被人家扔了嗎 那個海 很好笑 你說了那些東西 海是不是被人家扔了 你就前面找人家 封著海 沒被人家進去 這個不可能 中方自己也做不到 最新的消息是 不止英國離開這個派對 很多朋友來 越來越交叉多人 包括 中國死對頭 叫做印度 宣布派遣藍隊要進入南海 誓要來南海開場大波 沒錯來分一杯羹 現在 現在可能會有份 因為如果接下來跟中共打仗 會有一個事情發生 就是你參戰就有份分分 你有得贏 其實跟1919年一樣 其實很像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說時事 又要說歷史 越看時事 越明白歷史 因為其實每一樣東西就是在重複 因為1919年為甚麼會有這個五四運動出現呢 其實就是因為關中國參戰的事 當年就是 歐洲爆發了歐戰 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國 是成為參戰國 其實他沒有參戰的 他其實有派了幾百個後勤兵 去 運輸 煮飯之類的 他也是參戰國 他們也是戰勝國 我一直都主張 香港你可以做後勤部隊 你經常覺得要拿槍 香港是很奇怪的 第一 他們一幻想當兵就是 雷霆救兵的 他們覺得 他們要拿著槍 被人用機關槍在海灘掃射 像Rambo 一個要殺幾十個 或者李安尼信 救生救生救兵 香港人打仗的畫面 他們一閃過就雷霆救兵 他們就覺得自己是 劏漢師 為什麼呢 中國當年是參戰國 他們有派演後勤部隊 幫忙磨一下子彈 煮飯 補給後勤 其實是打仗很重要的 說得難聽一點 香港人當兵 你頂多做後勤部隊 已經很給你們面子了 你幫忙煮飯 錄一下餐蛋麵 錄一下餐蛋麵 好像是奧運代表隊後援會 我們要說回那段歷史 因為中國是參戰國 而他戰勝了 所以他 正常應該能分到一些東西 但是 日本也是戰勝國 日本就接收了德國 戰敗國在山東的所有利益 中國爆發了 1919年的 五四運動 外爭國權 內除國策 有什麼理由我們是戰勝國 整個山東被日本搶救了 共產黨就是很尊崇這個五四運動 這次暴動 其實沒有什麼暴動的 純粹學生給別人打 都放了火 唯有玩火魔 他們當時叫火燒趙家樓 就把曹宇林 張宗祥拉出來打狗他 那就是一群恐怖分子 如果按照今天 鄧炳強的說法 就是一群人 煽動暴力 參與暴力 已經達到實踐的階段 顛覆當時的北洋政府 所以當時的北洋政府沒有果斷執法 當時也沒有國安法 沒有你那麼聰明 當時有國安法就搞定了 沒錯 所以當時的北洋軍訓 留給你鄧炳強做 你真聰明 比Toshi 你聰明過徐世昌 聰明過曹君 聰明過黎元洪 聰明過段祺瑞 你聰明過國民黨 我們說回南海 印度也來 臭熱鬧 是不是真的打算見者有份 因為如果 英美這些西方國家出手 中共哪裏可以招架得住 所以剛才就說了 現在就是核潛艇 主要做法就是用咀炮和核潛艇 然後告訴大家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 現在已經準備了 一十幾個咀炮發射井 主要是用咀炮發射井 主要是用咀炮發射井 還是他們預備了禮物送給別人 打人家不贏就送禮物給別人 我們很有興趣知道 接下來中方的下一步回應 也是堅決反對 反對作出任何挑釁性的行為 反對作出任何挑釁性的行為 請我們呼籲他們立即離開 我們看過一齣港產片 你再用我 我沒有翻臉 然後那人一巴掌進去 你不要再來 我真的翻臉 又被人弄到霸了 就好像那傢伙一樣 現在人家 剃你眼眉 印度佬都來了 你最剃皮印度佬 已經離了南海了 你究竟是怎樣的 你的海軍在哪裏 唱卡拉OK人 我告訴你 就快變成綠軍了 因為他會上網 就快變成綠軍了 會偏包進去解放軍 綠軍部 海軍陸戰隊 即是他們就快 緊急登陸 他們叫緊急避險 當時有解放軍軍艦 就是緊急登岸避險 其實是擱淺了 他們就快了 他們會搬上陸上戰艦 都算是免海軍陸戰隊 戰艦沒有上岸 但他們也不再回到海上了 他們永久退出南海 稀山莫稀水 大家不要說 他們真的越走越後 就快到岸邊 因為他們在海上 因為海上有危險 你有沒有看鄭州 他們會像習近平一樣 去西藏 所有的海軍都去西藏 這樣就可以發揮他們的 那些咀炮的威力 他怕站得不夠高 沒有人聽到 現在海軍去唐烏良海 那個海是名字 不是真的是海 所以 這一節 我們看到解放軍又再出醜 出醜到 你們都知道你們是流的 那個面具真的越撕越破 那個面具真的越撕越破 他們不介意被人家臉出來說 解放軍真的是欺負平民 你們就扔個火幕說你暴徒 把武器藏起來 射箭也害怕 那真正 其他軍隊來找他們 他們就極度深潛了 所以我一直的主張是沒有錯的 你變成這些軍隊的一部分 他就要害怕你了 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跟我說什麼愛不愛和平 你可以一邊參戰 一邊愛和平 其實 即是 自殺自殺 你把一些魔頭剷除了 解放軍海軍就快變成陸軍 你哪有殺到人 你相信我吧 你也不知道向後退得多快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最新的和平抗爭 其實他們應該是那一套 破壞之王 他們進入了中國股權法 懦夫救星 我真的很大膽提出 甘地不會提出 因為他面對的不是中共 我告訴你 你對著中共 你參軍 你就是非暴力抗爭來的 不會發生暴力場面 任何暴力都不會發生 幾乎 你有一支可以震懾他的武裝力量 他會收屁 這件事沒有人敢提出 本台今天提出 竟然你對著中共 非暴力抗爭 你越用武器 越會變成非暴力抗爭 是不需要動刀動槍的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塔利班也是非暴力抗爭 塔利班斬首 他們會跟他們談判的 雙手拿著電話 閃燈撥 他們會衝過來打敗你 你加上AK47 他就會跟你以示和平 所以你的和平抗爭 就是你要先手持武器 甚至乎拿一把鐮刀 你見塔利班跟他 相敬如斌 塔利班剛剛把他們的喜奇議員斬首 而且還把親美國記者斬首 這些就是中國最喜歡的人 香港人如果要得到中國的尊重 或是想要得到和平 就要拿起你的鐮刀 或是拿起你的武器 這個也可以說得上來 這是最惑時代的 所以這個金體不會告訴你 馬丁浩德金不會告訴你 昂山素姬也說不到 昂山素姬現在就被人軟禁了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裏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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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